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了他的宣传动画 当时被他像素风的小人的动作精细度 以及丧尸的可爱造型给迷上了 这款游戏最大的特点就是细节 这可能是我见过细节最丰富的像素风手游了 游戏的剧情不明 大概是有外星人入侵 然后那里的人类变成了丧尸 你扮演的是一个开校车的牛仔 带着一群乌合之众不断伸入异区 捣毁病毒源头 最终BOSS就是这个被感染的外星机器人 游戏的玩法很简单 有八个章节的主要地图区域 每个章节里数十关地区组成 开着你的车在里面探索战斗 而每一关对面会有一个挡路的路障 拍出你带的那群小娃娃 然后去摧毁路障 让车开走就算胜利 不过在路障前 会有一群造型各异的丧尸 阻拦你的行动 有昨晚喝多了 现在还在吐得罪鬼丧尸 或者就是像求生之路 可以自爆的Bromer 以及发出惊悚尖叫扑面而来的位置 每个丧尸的属性 以及特效不一样 例如消防员变的丧尸 可以防火 以及由士兵变的丧尸 由于穿有防弹衣 可以防弹 也就是说 针对不同类型的丧尸 派出队影刻着他们的娃娃们来战斗 同时也要保护你的校车 别让丧尸冲上来给啃坏了 别看游戏模式很简单 对付每一关 不同类型的丧尸 要用合理的阵容 才是需要思考的事情 在遭遇新的丧尸 可以收留到图件中 查询该丧尸的特点来对付他们 并且利用各种环境道具 阻挡和摧毁丧尸 当然 这不是这一期讲这个游戏的重点 这款游戏最优异之处在于 虽然是像素风 却有着满满的细节 这些娃娃们手持的枪械 不同的枪械携带的子弹不同 在射击后会有换弹动作 例如农夫的双管猎枪 两枪开完可以扫倒一片 但经常死于换弹时间过长 胖警察的蹦动式线弹枪 在安全的情况下 他可以开完枪慢慢换弹 但在危机情况下 他会打一发上一发 游戏里面的娃娃手持的武器 都会有换弹动作 不像一些别的劣质手游 跟激光枪一样 气都不协一口 不断射击 所以携带不同武器的娃娃们 让他们在攻击和换弹中 交替掩护是生存的关键 像农夫双管猎枪 胖警察的蹦动式线弹枪 特警的连发线弹枪 以及警员远距离攻击的狙击枪 喷火冰携带的火焰喷射器等等 在对付不同类型丧尸 也有不同的需要 以及一些特殊娃娃 例如可以投掷手楼弹的制弹兵 也有加血的医生姐姐 提升全体干员属性的别动队对角 手持防爆盾 可以抵挡自爆丧尸冲击的重勤士兵 甚至有不攻击丧尸 直接破坏路障的电焊弓 这些娃娃们 在战斗中还会发出唠叨和抱怨 如果遇上特别多的尸群 它们还会因为恐惧 导致战斗力下降 不同的娃娃因为其功能和战斗力等特点 需要花费的能量值不同 能量值是慢慢增加的 杀掉丧尸可以获得能量奖励 这个能量和植物大战将士里的阳光 皇室战争里面的机制是一样的 在短时间内 如何分配能量召唤娃娃们来战斗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事情 同时还有个怒气值 就是杀掉丧尸可以获得怒气值 怒气值可以用于扔油桶 医疗包 召唤炮塔等技能 满怒气值 还能让你扮演的牛仔 用机枪扫射支援战场 瞬间改变狮群涌来的恶劣局势 每一关不能完全和这些丧尸们打消耗战 时间拖得过久 就会出现难以抵挡的失潮 以及部分关卡还会有噪音限制 如果你用枪械爆炸提升音量分贝 就会吸引更多的丧尸靠近 因此用一些使用冷兵器的近战娃娃 这是更合理的选择 有个非常不错的细节在于 这些娃娃们被丧尸击杀 有些在死后也会变成丧尸来起身攻击他生前的同伴 这些娃娃们死后失变倒戈 可能会让你损失惨重 每一关的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小道具 某些关卡还有boss 并且有雨天沙暴的天气效果 会导致娃娃们移动速度下降 或者火炎攻击失效等特殊情况 这个游戏另一个重要玩法就是pvp天梯赛 可以挑选几个娃娃组成阵型和别的玩家对抗 胜利的一方可以获得对方玩家的狗牌 在天梯赛结束时获得狗牌前几名 就能顺利紧急获得奖励 那就有观众说了 那要是对面玩家有很厉害的娃娃 岂不是打不赢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失变机制 双方战死的娃娃失变会倒戈攻击身前的同伴 让战斗充满变数 让你有时候倚弱甚强 甚至也可能让你瞬间崩盘 以及每隔数天就会推出一些活动模式 进入特殊地图 例如无限阻挡失群 或者抢夺犯罪组织的物资等特殊模式 就可以获得封号的奖励 在战斗之外 可以通过战斗获得的金币和装备 购买和升级娃娃们 在面对无法通过的地图 升级娃娃们的属性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很重要的地方在于 这个游戏数据明晰 一点点数据的提升都能发挥质的变化 并不像一些游戏动不动就是什么 加几千几万的战斗力 让人根本就看不明白 游戏还能升级和个性化改造你的校车 你拥有的金币 油料 装备的多少 也会在校车顶上放置 显示数量有所变化 全都是满满的细节 这个游戏是国外一个小工作室于去年开发上线的 作为免费手游 依照手游一贯的套路嘛 课金是游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游戏能上游戏不止 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 从开始到通关都可以零课金完成 也不需要怎么干 而且根据游戏情况来看 建议各位不要课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无论是买娃娃的金币和升级娃娃们的装备 都可以在游戏中通过战斗 免费定时领取来获得 并没有什么必须课金才能获得的强力道具 一个优秀良性的游戏 就应该做到免费玩家和课金玩家之间的平衡性 也就是说游戏中除了几个特殊的课金娃娃 并没有什么免费玩家得不到的东西 而且乔一亲自测试了一下课金购买的娃娃 只是说有一些功能特别 还没有普通娃娃好用 游戏中买金币和装备的大礼包 实际上购买的话很亏 因为它里面包含的东西 只需要一段时间就能免费获得 说白了就是等每天定时领取就可以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给大家建议不要课金的原因 制作组比较良心 是不是有娃娃金币打五折等活动 并没有什么十连抽看人品之类的东西 所以并不存在课金玩家能碾压免费玩家的说法 最后说一点 这个游戏虽然非常小众 但能支持观众 全球的玩家对于这个游戏的社区建设热情的让人很惊讶 在他们的KT论坛里面可以看到 里面这些玩家们用各种语言讨论攻略 一篇帖子下面 英语 俄语 西班牙语 韩语 中文 讨论的热火朝天 还有一些粉丝自己绘画 设计人物 制作组也时常和玩家讨论参与其中 有些娃娃的设计灵感就来源于这些玩家的意见 每隔一定时间给这些娃娃们编写背景故事 社区里面官方还弄出了之后会出的娃娃们 可以看出现如今还有很多内容可以推出 新内容和版本更新的速度也还不错 不过嘛这个游戏有个小缺点 它看起来是一个单机游戏 但却是联网游戏 也就是说你手机得保持在有网的状态才能玩 好处是反作弊 利用修改器修改属性会被封号 有云端存档换设备也能通用 坏处就是嘛得联网 网不好登不上游戏 不过流量消耗的很少 这个倒不用担心 所以作为一款良心可玩度比较高的手游 推荐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感谢收看本期的游戏不止 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击关注 我是乔姨的小姨妈 祝大家新年快乐 双方战死 双方战死的娃娃 啊 fuck 在休息在陪 看到不自然的 似的 年 阴